很久没有在电影院看哭过了 也许是因为带着情绪看电影 就像平时酒量很好的人 一旦带着情绪喝酒 很快就醉了一样 2月14日 情人节档共有三部电影上映 票房排第一的 当属任敏和丁宇熙的十年一品温如言 然而也是口碑最差的 相反的 那扎的《不要忘记我爱你》 猫眼评分八分 内地情人节爱情片总场次季军 排在西游记之女儿国 和十年一品温如言之后 电影采用插序的叙事方法 将男女主相识相恋的过程 作为故事的主体部分放在中间 开头和结尾是故事的后续发展 首尾呼应 令人恍惚 一开头 男主在洒进阳光的床上醒来 带着他的视角 我们看到了一个满是便利贴的房间 墙上今天是这天的箭头 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影片的前半部分缓缓展开 男主是一名音乐人 曾经做过脑瘤手术 由此患上一种叫做顺行性失忆的疾病 不能储存短期记忆 只有手术前的记忆 也就是说 他每天醒来都会忘记自己前一天做过的事 紧接着 女主出场了 在严重堵车的高速路上 一个大声打电话 哭泣 听歌的女生 吸引了男主的注意 男主把她拍了下来 虽然俗套 但那扎的装扮确实亮眼 让人印象深刻 女主许星月是男主陆瑶的心理治疗师 她希望通过刺激五感 来加强失忆症患者的潜意识记忆 以此来治疗失忆症 男主是她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在治疗过程中 两人逐渐相爱 中间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 但最后还是在一起了 前面有多甜 后面就有多孽 女主怀孕 却被查出子嫌前妻 最终因缠子去世 于是再次回到电影开头 男主迷茫地醒来 去姐姐家帮忙带姐姐的孩子 整个故事梗盖看起来简单 但却让人留下许多关于爱情的思考 一 那扎的口碑之作 这部爱情电影 她真的稳稳地hold住了 古丽那扎 迪丽热巴 热衣扎 是如今娱乐圈里有名的三位新疆美女 迪丽热巴凭借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三生三世枕上书 你是我的荣耀 长歌行等剧 成为炙手可热的流量小花 热衣扎凭借如意传 长安十二时辰 和山海情 成为演技派女主 唯有那扎 长得很美 就是演技太差了 随意翻开她的作品集 2021年四部主演的作品 《真三国无双》3.9分 《风暴舞》3.7分 《十二谈》4.5分 《风起霓裳》4.1分 真就没有一部及格的 每次满怀期待打开 然后就被她 挤眉弄眼的演技给劝退 好好的《十二谈》 跟斯腾都是腰的主题 结果 小成本网剧的口碑 反而比她大制作的 上星巨来得高 于是 方坚对她的评价一度很差 可不要忘记 《我爱你》中的她 虽然她还是改变不了 一言不合 就瞪眼皱眉的毛病 但总体来说 角色适配度高 作为28岁即将毕业的博士 那扎饰演的女主曲星月 有着看起来 不符合年龄特征的 稚嫩与活泼 但台词还是过关的 让人舒服的 哭戏也很真挚的 就连晕倒的时候 翻白眼也很细节 尤以豪饰演的男主是温和 有才华的音乐人 没有特别违和的地方 可能因为 她本身是乐团出身 一定程度上的本色出演吧 这部电影 应该算是奈扎的口碑制作吧 演技再雕琢一下 还是可以的 二 失忆的爱情片 总能直戳人心 当你的记忆消失的时候 灵魂也将随之消失 其实 关于失忆的爱情片很多 而且反响多半不错 比如2004年的经典电影 初恋50次 豆瓣7.9分 女主因车祸失忆 记忆永远停留在前一天 于是 男主便每天陪他记忆重启 以便遍地重温恋爱的感觉 还有一部 是孙艺珍主演的 《我脑中的橡皮擦》 豆瓣8.0分 这个故事中 男女主相爱后 女主患上了 埃尔茨海默症 记忆力逐渐变差 生活不能自理 也慢慢地 时常忘记男主 最后在自己清醒的时候 一个人去了护理院生活 电影的最后一幕 我印象特别深刻 男主找到了女主 带他去了一家便利店 里面有女主的家人 朋友 同事 他恍惚地问 这里是天堂吗 虽然他不记得这些人 但潜意识里 却觉察到被爱包围 这道和《不要忘记我爱你》里 女主研究 并且一定程度上 获得成功的心理治疗方法很像 陆瑶不记得许星月 却在见到她后 觉得很熟很熟 爱情究竟是记忆 还是感觉呢 是因为彼此经历的那些事情 让我们信任对方 依赖彼此 互相支持吗 那为什么不记得 两人之间故事的陆瑶 会感觉和许星月 那么亲近呢 是感觉吗 那为什么不止一部电影 要在记忆缺失上做文章呢 即使我已经忘了你 但我的心依旧爱着你 爱情 哦不 人类的情感 真的是很复杂的东西啊 无数人探讨爱情的本质 却从来没有答案 我们可能看不清楚 但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珍惜眼前彼此相爱的人 在记得 拥有彼此的日子里 尽可能的快乐 三 尽管俗套 却让人泪流满面 相比十年一品温如盐的高人气 不要忘记我爱你 豆瓣还未开分 目测估计在五至六分之间 影片把一些俗套的情节 套进一个较为新奇的框架里 核心是悲剧 但主基调是轻松的 英雄救美 与中奔跑 久后的情不自禁 这些都烂俗得不能再烂俗 但爱情不就这么回事吗 尽管情节类似 但每个人的心动 都是独一无二 专属于彼此 在种种俗套情节中 又加上了一起写歌填词 心理治疗 顺行性诗意 这样没有那么常见的剧情 反而有新奇的效果 就像开端一样 循环设定不新奇 但待机时间 却是创新之处 一边借鉴 一边创新 总体来说是比较好的 因为前面基调过于轻松 导致女主的绝症突然来临时 我都自信地觉得 一定会好的 结果竟然真的死了 简直是经典的韩剧套路啊 情到农时 必有一主绝症或者车祸 灭死你 可一直到VCR出来 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和男主一起哭成狗 这也是整部影片中 我最喜欢的部分 尤其加了一段女主回忆的视频 将后半部分的剧情补充完整 避免了整体头重脚轻的失衡结构 从而不会让人觉得结尾很突然 失忆症 产子去世 放在任何人身上都足够令人悲伤 但整体看下来却是轻松而快乐的 比如因为男主失忆 不记得自己结过婚 两人便不停地结婚 在婚礼上搞怪 女主死后 男主不记得自己有个孩子 于是醒来后 看到穿着我是你儿子 快为我字样的衣服的小孩 坐在自己的床上 那种惊讶和难以置信 孩子大一点后 男主带着他看妈妈的视频 买妈妈出的诗集 却不是闭口不提孩子母亲的事 这些生活片段 都让他被病魔折磨的生活 变得真实又可爱 结语 这些年 爱情片真是越来越差了 几乎没有一步是及格的 评分最高的市区处销的 我要我们在一起 也就六分而已 十年一品 温如言 开分2.9 最近已经跌至2.8分 刷新了历史新低 是我们要求太高了 还是现在的爱情片不好看了 不管如何 2月14日 走进电影院 选一片主题爱情片 或笑 或哭 回忆一下爱情的感觉 足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